新冠病毒确诊者解隔离出院的条件现在放宽了 指挥中心公布只需要同时符合三项要件 除了要二采因 症状要缓解至少三天 以及距离发病日十天就可以出院 指挥中心预期了 新制实施之后 患者解除隔离的速度会比起过去再快一点 但是疫情还在延烧 这样放宽标准真的可以吗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国内至今还有104名确诊个案在住院隔离 但有些人明明没症状 却因为无法连续两次裁减阴性出不了院 心理状况瀕临崩溃 指挥中心放宽标准加入病毒量CT值检测 只要符合连续两次PCR核酸检验结果阴性 或两次检验均为CT值34以上 或一次阴性及一次CT值34以上 以及症状缓解超过三天 并且距离发病日已达十天 符合三条件就能解除隔离 但不明有人担心疫情还没趋缓 为何放宽解隔离标准 解隔离标准放宽可以安心 但病毒变种依旧让人担心 美国出现两种变种病毒株 和英国南非变种病毒相比会不会更危险 美国的变种病毒其实目前资料还非常少 不过比较知道的应该是它没有造成疫苗效力的失效 至于它临床还有这个疾病严重程度 这个与我们的猜测都是不会一下有太大的改变 美国变种病毒目前对台湾影响还不大 但一时估计病毒变种还会继续出现新面孔 台湾严格的边境管制绝对要继续保持下去 玩新闻菜团黄瑞玲听报道